需要来关心的是 那么这几年看到超商 推出自由品牌 成了一个最新的趋势了 我们要看到的是 三大超商跟代工工厂呢 他们合作 省下广告费用耶 那么这商品就直接在通路行销 价格比起一般的东西 可以便宜一到三成左右 更是创造了高额的业绩 我们一块来了解 吃的 喝的 用的 光源权超商 两车的产品都是自由品牌 结合厂商与通路用评价 市场已经成了新的消费趋势 结合代工厂和通路的便利性 三大超商感潮流 纷纷推出自由品牌 西文冷冻食品卖的夯 薯条锅贴一包28元 比其他厂牌价格便宜三成 茶饮料一瓶17元 比其他品牌降了一成五的价格 随手包零食一包卖17到25元 其他品牌40到60元 更是便宜了5成以上 价格杀低也拉高 业绩 蓝冻食品9个月 有2.5亿元的净状 茶饮料也很吃香 三年卖1亿瓶 多样化的随手包零食 6个月黄卖500万包 业绩反映在股价上 就连统一超的股价 也改写了2003年的新高记录 我们的门店很多 所以对他们来讲 跟消费者接触点也是比较高 那等于也具有还蛮大的 一个广告的一个效果 看准自由品牌市场 莱尔富不落人后 主打日用品 小包装 牙线棒36元 西游面纸40元 满意送衣 连验运棒都有 售价比其他品牌便宜了两成 每年都有1%的成长 全家超商也有独卖产品 饼干类一年销售量成长一倍 超商和代工厂合作 替厂商省下广告费用 直接在通路上行销 自由品牌杀出商机 也为超商大战开辟 另一个战场 中天新闻 夜晚肉等级台北报道